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曲线行驶等 这些项目主要考察学员们的基本驾驶技术是否掌握 而现在有条件驾车的人越来越多 考驾照的人也越来越多 为了节省人力资源 现在考试中的考核几乎都是电子考核 而非人工 电子考核确实也比人工的更准确公平 那么电子设备是如何考核的呢 事实上 考科马尔驾驶的车辆各处都有安装感应器 比如车轮毂部位安装的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会自动感应车辆的行驶状况 在科马尔任何一项中停顿超过两秒以上 电脑就会自动判定成绩不合格 因此考生光找好打方向的点是不够的 还要熟练应用 因为能决定的时间不能超过两秒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定呢 一方面 科马尔培养你们的方向感 假如在考试过程中不能正确掌握方向 企图停车调整 这是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 科马尔需要你合理运用离合器 慢悠悠匀速行驶 才是你们应该学的 假如控制不好离合器 在考试项目中熄火 其实也说明了学艺不精 所以大家也别苛责考试制度 毕竟是为了各位司机朋友的安全照相 才设计的如此严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